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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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丁玲 我在戲裡面 就是演伊田的媽媽 這個角色的感覺 然後我只能夠說 就是我要感謝 我身邊有幾位 很嚴重猶豫症的朋友 所以我就有多了幾個 觀察的對象 然後我就發現 他們有幾個特質 你不要喝太多 你還沒吃飯 你現在就喝 現在就開喝了 你現在就開喝 好 這樣好像就好 對啊 後悔東西都不用了 對 我不懂 就更是餓嗎 對啊 3 2 1 走 你怎麼現在開始餓 你沒跟我 你沒跟我 知道 很少跟動物拍過 其實台灣也很不太敢跟動物拍 其實我們也持生多盡量 避免去跟動物拍戲 對啊 我覺得這個片子 真的是太勇敢了 是大部分的主角都是動物 我覺得真的是 小孩子就已經 很令人頭痛而來動物了 因為這一組戲 已經進行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就覺得 那個 我有感覺 現場每一個都快要 變成了那個動物專家 這樣 對 還滿有趣的 好 圍法 好 你現在買多餡 因為是在欣賞 沒有品質保證 沒有品質保證 那是陸邊攀買的 你常用拿去餵貓 逗貓 你收醫助理都走好了嗎 走 大家好 我在這部戲裡面演的是 張本善這個角色 張本善是 本善藥廠的董事長 也是劇情裡面怡田的父親 我覺得我自己的設定裡 他當然比較嚴肅啦 沒有像我們平常生活中裡面 關注那麼多別人的感受 那他本身比較關注的 還是在他自己開發的事業 然後他如何達到他的目的 畢竟他就是一個 目的性很強的生意人 對 行動 我們人類也是動物 那可以用這種方法來溝通嗎 大家好我在這部戲裡面 我叫Maggie Lin 我是高蕙君 是演寵物溝通師 大家在報導上可能有看過說 我有物識的體質什麼什麼的 家族裡面有其他人經過特訓 他們有做精神上面的上課 所以他們可以做靈上面的溝通 所以我常常會去看一些 他們在做溝通的樣子 所以我會去參考 我一定要更堅強 堅強 好 肩 下 肩 可以嗎 等一下要推上去 是不是 你看你有這麼強的共振感嗎 所以這個問題一定是出在你身上 對不對 在這個角色上面 其實我有很多的 比如說動作的細節 跟他們談話的方式 其實我有去綜合了很多他們的樣子 然後變成美 小龍哥 沒有啊 沒有啊 太可愛了吧 對 好 偷看我先這樣 大家好 我是陳慧芳 今年二十一歲 我在《黑喵之情》裡面 中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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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辛苦了 一陣子之後 所有的那種壓力宣洩出來 歡樂爆發出來 但是沒有想到 這麼歡樂 然後通常那個選舉 當選之後的場合是 有歡笑有淚水 我們這個也有 但是我們這個是 笑到流眼淚 怎麼開這麼難吃 怎麼開 還沒有那麼苦 那個貼紙要轉開 那個槍頭不要對 是一個就好 是一個 你先表示 他沒有那麼難轉 為什麼沒有爆 好笑 我第一個笑點是 大家還在喊的時候突然 怎麼會有這種鳥爆 大家正嗨的時候 趕緊開 蹦 對 這齣戲 大家一定會覺得 看到完全不一樣的蔡燦德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 一整齣戲裡面 幾乎百分之九十的部分 都是在發脾氣 心情不好 或者是若有所思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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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 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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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開始就是 他說他臉都那麼臭的時候 我是這樣 沒那麼乖 那我剛剛一直摸著 所以我這樣摸一下就好了 好 OK 乖 所以戲裡 應該是我在這整齣戲當中 唯一一場最快樂的時光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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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